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件案子已經到尾聲 我想聽聽大家的匯報 Pan你先 Sir, 我們透過國際刑警的協助 證實令氏在內地和海外的大部分買家 他亦都是令氏集團主席 叫自己親戚開的空殼公司 他們和令氏是沒有任何實質的交易 稍後我們會親自飛去內地和海外搜證 阿興呢? 我查過貨運公司 證實令氏提交給銀行 做貸款申請的貨運單都是假的 根本沒有貨付貨運過 核素斯說他們做週年審核的時候 領事不讓他們掩貨 而且銀行有很多貸款 都轉了去不知名的海外戶口 而公司的匯計系統是沒有紀錄的 Alfred, 你這邊呢? Sir, 公司的秘書Kat已經公認了 那些假單是他按照老神子Chris的意思所做的 而Chris就會指證令氏父子 在幕後策劃做假數 跨大營業額和騙取銀行貸款 這次證據確鑿 令氏父子插役都難飛了 看來我們已經有足夠證據 跟律政司拿法律意見 去起訴令氏父子全謀詐騙 不過我覺得最可惜的是 一幫小股民和銀行 萬一法庭真的下令清盤 他們真的有可能一毛錢也拿不上 好, 有甚麼問題? 沒有, Sir 沒有問題, 茶會 過於一番 dobry 所以, Jessica, 你可以看部分 首先, 然後我再次護一段 然後再次完成 再送他這一段 OK,我再次組裝吧 對,我看來比較好 好, 今天看來 我們好, 嘿, 現在 你好, 我知道 我是做的 謝謝你 Military 是最後一段 我已经有第一部分,我已经有第二部分了 好,你想去吃饭吗? 是的,我们去吧 我们去吧 你先去吧,我会帮你帮忙 好的,我们再见 再见 阿sir,我来下个月结婚想请你喝 恭喜 谢谢阿sir 喂,Alfred,你也有 炸蛋啊,你也有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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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下个月15号注册结婚 到时早点到 恭喜,多少号 15号 咦,在哪里搞啊? 在丽城古洞酒店 哇,怪贵啊 一生人一次而已 好消息 咦,是谁啊,sir 令氏的案子,法庭排期出了 下个月15号开庭 15号? 15号 Alfred,15号 15号 没事吧 没事,没事,OK啊,sir 真的没事? 没事,sir 没事就做事了 再见,sir 再见,sir Alfred,15号 我先打电话 阿sir 碰到很棒,如果是你 你怎么办 没办法了,那期都要 做事吧… 做事吧 酷 辞 辞 辞 案中第一及第二被告 持續不斷以大規模形式 以欺騙手段管理一間上市公司 罪行可恥自私 被告無視保護債權人及投資者的規則 破壞大眾對上市公司應有的信心 嚴重違反公眾誠信 必須予以重判 重判本身不僅要懲罰被告人 更要讓身處上市公司董事局的高層之道 如此違反公罪誠信 會面對相當長的監禁刑期 第一被告人 07判處即時監禁 12年 第二被告人 令峰判處即時監禁 10年 法庭消息 令氏集團主席令七 副主席令峰 因署謀我騙 被裁定罪名成立 分別判監12年同10年 即時入獄 李氏集團主席令七 是吗没有啊 这些个 劇集終於完結了 而商業罪案的罪犯亦都被承之於法 袁Sir,這套劇集可以給大家啟示 是的Samuel 這套劇集是由一個真實的個案改編而成的 各被告作為一間上市公司的管理層 掌控公司所有的資源 但是為了個人的利益 而選擇弄虛作假、違反誠信 妄顧投資者的利益 而令公眾對制度失去了信心 我知道在現實的個案裏 法庭處理這案件時的量刑 是用了一個非常嚴格的準則 是的Samuel 法庭在判刑時亦都指出 案件牽涉的層面和損失都相當龐大 強調上市公司的詐騙案 是眾多商業罪案中其中最嚴重的一種 所以法庭亦都以最高的刑期作量刑起點 以懲罰被告 亦都藉此警惕其他人士 法庭對於作為公司董事 而違反公眾誠信 是絕不容忍的 袁Sir 有沒有一些忠告 可以給大家作為總結的呢 藉著這個劇集 我們亦都希望提醒公司的管理層 要重視公司管治 做好公司各階層的誠信管理工作 一起製造一個公平、公正和穩定的商業社會 我現在就身處在大坑的大坑道10號A 香港真光中學對開的位置 而現在大家看到公廁對開的馬路 就發生了一宗致命的交通意外 導致一名69歲的女子死亡 所以來到這裡和大家呼籲 希望各位可以幫忙提供消息 意外是發生在去年的10月22日 星期一 早上的8時50分左右 當時一間小巴 正是沿著大坑道不幸落斜行駛 當她來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就將那名正在推著手推車的女子撞到了 那名女子頭部嚴重受傷 其後被送往醫院搶救 但是很不幸 到最後是證實雙重不治的 在這裡呼籲大家 有沒有人在去年的10月22日星期一 早上的8時50分左右 途經大坑的大坑道 香港真光中學對開的馬路 而又目擊到意外發生的情況 如果大家有任何資料可以提供 請你跟我們港島總區 交通意外特別調查隊第二隊聯絡 他們的電話是3106-8800 3106-8800 這裏是黃大仙的竹原村 在2012年10月17日 古真女士被一名不知名的女子 從我後面的舊世軍日間護理中心帶走之後 就不知所蹤了 同日她的女兒就報警求助 古真女士今年是77歲 身高大約1.5米高 54公斤重 肥身材 魚臉 留有啡短直髮 在最後露面的時候 她身穿紅色T恤 白色冷衫 灰色長波褲 古真女士是需要坐輪椅的 而她的輪椅上面 就有一個紅白格仔的背包 警方希望可以儘快和古真女士 又或者帶走古真女士 那名女子聯絡 如果大家有任何消息可以提供 就請你儘快和東九龍失蹤人口調查組聯絡 他們的電話是2703-2425 今集的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